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 涉华内容歪曲事实 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 渲染中国威胁论 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 与中美两国各界 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 背道而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怎么发展 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 这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拿中国说事 把中国当假想敌 美国最大的威胁 是美国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我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谁也不能剥夺中国人民享有的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之旅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继续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 停止推进有关议案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